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版本A 嗯 今天很特別 今天呢 我是地板王師傅 因為之前我的房間淹水的關係 所以我的木頭地板就是全部都毀滅了 然後我最近訂了一個SPC的地板 要來自己DIY組裝 那我前幾天呢 已經拼了一些 所以我一個沒有經驗的人怎麼組裝就是這些SPC的地板 然後還有我發現的一些小訣竅分享給大家 我們就 Let's move 這邊是SPC地板本人 它到的時候會是一整包一組的 SPC地板它四邊都有接縫 像這邊的話是凸的面 另外一側呢 就是凹的面 頭和尾也都有一個接縫 拼的時候呢 短邊這邊比較難拼 所以我都會先拼短的 然後長的這一側呢 這樣推著去推它就可以完成了 一樣先上上台 然後看到它密了之後呢 往下放 橫的地方呢 一樣可以向上台 再往內推就可以卡進去了 當你拼好之後 如果它有上翹的情形不用擔心 代表它密合的地方可能有出了一點問題 讓我們拿出錘子還有飛木材 在它的邊緣輕輕敲 它密合之後就會自然落下 施工的過程到邊角的地方 尺寸不一定吻合 所以接下來要示範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怎麼去裁切SPC地板 這時候你就要測量它需要的長度是多少 然後用鉛筆做下記號 然後把它折斷 用美工刀畫開剛剛做線的記號 已經割破表面的耐磨層了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比較輕鬆的把它折斷 我才知道選手不是表演的時候都會啪啪啪 斷很多片木板嗎 現在表面已經被我們畫破了 然後現在要做的就是把它折斷 然後放在你的膝蓋上 3 2 1 它就會分成兩半啦 而且它的就是斷口呢 就是會非常非常的直 那就拿著你要的那一半去折上去就可以囉 先斷邊再長邊 在施工過程很重要一點就是要保持地板的乾淨 然後我自己還有多鋪了一層防潮層 當我們要小片裁剪的時候呢 像距離是這樣子的 我只要裁掉這一小段 但是它一整片是這麼長 這時候就不太適合用膝蓋和手直接掰斷 那我們現在要示範一個斷頭抬的方法 把你想要保留的部分呢夾在中間 然後露出來的地方呢就是你需要裁掉的距離 你這時候可以用槌子或者是腳直接把它裁斷 這樣就可以獲得你想要的長度啦 然後在過程裡面如果你跟我一樣家裡有系統櫃的話呢 你可能會遇到需要裁切L角的部分 接下來要來示範怎麼去裁切SPCD版的L角 地步當然一樣是精準的測量 並且把你要裁的地方做上記號 再來我使用的是大理石的切割機 把剛剛做上記號的地方裁除 當然這是一個很違憲的工具 大家操作的時候一定要特別的小心 這樣怎樣使用切割機裁切的部分就這樣完成了 然後會不會避免裁切就是太多 我會留一小腳 然後這邊再用美工刀或是砂紙熟一熟就可以了 有時候到邊角的時候你會需要裁切橫向方向的 那橫向方向呢有它橫向方向裁切的方式 好這片呢就是長條的部分 然後我把需要留下來的長度呢藏在裡面 然後露出來的地方呢全部都是要裁剪掉的部分 那我們一樣用斷頭台的方式 然後來裁剪它 好的 好三二 有斷嗎? 前面斷後面還沒斷 還要再裁一次 哈哈 OK 這樣就完成了拆剪 然後你看它的斷孔呢就還是非常非常的直這樣子 然後裡面呢就是留下來我們要的長度 因為露在外面的部分啊有時候會因為我們的施力不同 所以它有時候會有碎掉的狀況 所以記得一定是要把你要留的部分夾在中間 歷史性的一顆 歷史性的一顆 這一片呢是我房間最後一片的木地板 然後這個是我剛剛裁剪好的大小 現在就來拼它吧 那一樣就是要從 短邊先拼再拼長邊 這樣這樣我房間的地板呢就完成了鋪設啦 太開心了 鋪設地板前後 房間質感直接上升一個檔次 冬天腳踩的地板也不會那麼的冰涼 整體還說我非常滿意這一次的鋪設 今天影片就到此結束啦 用馬雞跟大家說掰掰 掰掰囉